过年炸带鱼,寓意腰缠万贯 放面粉,淀粉和鸡蛋都不对 今天教你一个饭店的做法 个个素脆不吸油,鲜嫩不腥 首先,河里捞的带鱼 清洗干净,撕去背刺 再改成花刀,这样方便入味 两面都给它改成花刀 处理好的带鱼,加入葱姜 干辣椒,花椒,胡椒粉 少许的食用盐 再加点鸡精 少许的生抽 最后再加入一瓶盖的黄酒 先下手给它抓一抓 抓出葱姜的汁水 汁水抓出之后 然后再像这样用力的给它抓 使每个带鱼表面都均匀的粘上一层料汁 这样我们做出的带鱼不仅不腥 而且还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刷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腌制10分钟 准备一个漂亮的盘子 往里面加入两勺生粉 带鱼腌好之后 我们用筷子给它剪出来 里面的大料就不要了 放在我们准备好的生粉的盘子里面 把带鱼的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生粉 这样我们炸出来的带鱼 外酥里嫩 即使凉了也不回软 而且也不吸油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棒 像视频中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全部蘸好粉之后 再给它均匀的摆入盘中备用 油温烧至五成热 把八锅粉的带鱼一条一条的给它放进来 放的时候尽量不要给它放挨着了 所有的带鱼放进来之后 先不要动它 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炸至更形 用筷子轻轻的北动一下 把粘连到一起的再给它分开 全程用中火进行炸制 全程大油炸了五分钟左右 炸至所有的带鱼 拌面颜色金黄酥脆 用个罩里捞起来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 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油 上面再撒入适量的烧烤料或者是椒盐 直接吃也是非常的好 再来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 拿一块大家看一下 表皮是不是非常的酥脆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带鱼肉 特别的鲜嫩洁白 一点都不腥哦 外酥里嫩 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鱼肉非常的洁白 鲜嫩不腥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哦 而且用这种方法炸出来带鱼 即使凉了也不回软 好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 炸带鱼的方法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